阿露哈的親民喵咪打戰爭時間來 那現在的話是我們6月21號的這個凌晨4點09分喔 因為哲平今天的話 基本上就是昨天啦 有去開直播 然後開完直播之後我還去打了球好不好 對沒錯半夜打球剛剛才回來 所以趕快來錄一下貓咪大安這影片喔 那今天的話呢 我想要問大家啊 就是因為我在那個 今天的這個貓戰的這個官網啊 有看到就是其實好像 那目前啦好像有一隻就是新的這隻貓咪 然後這隻貓咪的話好像是 只有台版才會有的喔 就是今天晚上的話基本上就是 我有看到就是那個 貓咪Tuber那邊就是那個 債充阿跟恰他們有拍這個 有開直播啊 但是我沒有去看 然後我就看到他們就是發文這個東西 那因為那張封面上面有他們那個 有他們的形象 所以我就不放給大家看了 大家如果去就是那個貓戰的這個官網的 這個粉絲專頁的話 應該就會看到好不好 這邊的話就是6月20號的這個6點會首播嘛 然後就有一個全新的這隻角色 我還沒看到 所以到時候如果出了這隻角色的話 我會再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然後大家推不推這隻角色呢 也可以跟這邊聊一下喔 所以這一次感覺9週年 聽說欸 因為我看到大家下面留言說什麼 這隻好像是 又是台版的這個限定角色是不是 我記得台版之前的那個限定角色 好像就是那個誰啊 就是 我們的高潔少女那些的嘛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那個 原本寶寶娘也是台版限定的啦 但是後來的話就是 日版那邊好像也有這個 寶寶娘的這個環節這樣子喔 所以我覺得應該就是 嗯 不知道到時候這隻的話會不會也到就是 那個日版那邊就會出現這樣感覺喔 那大家基本上就是 今天開直播的時候啊 也有觀眾問澤民說會不會抽9週年的這隻角色 那到時候出的話呢 我們就再看一下就是那個 石頭的這個量夠不夠啦喔 如果夠的話我們就可以抽 那你們會不會抽呢 也可以跟人分享一下喔 那如果你們有去看一下這一次的這個直播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就是分享一下今天有直播的這些內容喔 因為我今天的話基本上 我是開了直播啦喔 所以我就沒有去看就是他們那個貓咪Tube 基本上我也比較少看喔 所以我都是等待大家給我的資訊 我是一個超級不愛做功課的這個人喔 所以大家應該已經見怪不怪啦 沒有問題 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好消息 然後我看一下這邊有沒有已經可以那個了 好像還沒對不對 現在好像還是那個防禦獎這邊的這個投票 對還沒有就是增加新的這樣子 然後猜猜我是誰的話 每天都可以打一點 你就可以獲得我們這邊的這個 那什麼啊 就是這一次的這個9週年 Q週年這邊的這個抽卡的這個機會喔 大家都要來把握一下沒有問題的喔 那這邊的話那個什麼啊 就是待會的話我們就來刷一下這個 異界風雲貓咪塔吧 趕快把異界風雲貓塔裡面的那個 暗貓眼石給他拿出來喔 這個也是頂重要的啊 趕快摔摔哪一拿咧喔 好抱著滿滿感恩的心 這邊也是完全沒有問題啦 真的 半夜錄影的話大家就會發現 這邊這邊的聲音啊 是稍微就是比較小心一點點 因為這個時候 大家都在睡覺 這個當然是不能這邊開玩笑的 你們知道嗎 所以我們必須要乖乖的 乖乖的就是 那個 不要講話講那麼大聲 我們先看一下能不能那個啦 我們先把這邊刷到這個 50樓 50樓基本上就一定會給你暗貓眼石 而且這 一路上基本上蠻多關卡都會敢暗貓眼石 所以其實那個異界風雲貓咪塔 還算是我自己個人蠻喜歡的一個塔的喔 因為它裡面給的東西 確實是頂多的喔 所以這個 通常啦 就是如果真的要選的話 大家應該也會就是選擇打那個 異界風雲貓咪塔吧對不對 先把那個風雲貓咪塔那邊的那個 所有的金券拿完之後 就開始狂扁那個 異界風雲貓咪塔 而且它裡面還會給就是那個 貓眼石啊 跟我們這邊的這個 喵力打喔 所以其實這算是一個 蠻賺的一個塔的喔 那大家就是好像是要把 就是那個風雲貓咪塔的那個前面 後面的關卡給它打完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直接跳這個 異界風雲貓咪塔出來 它不會每一次就會自動跳 它會就是 到那個就是你有你有就是真正就是 弄出來的時候它才會跳這樣子喔 好那這邊的話呢 過一段時間 我們這邊恐怖的漩渦們就會登場咧啊 那登場之後的話呢 我們鐵定是先派出我們這邊的 這個5200塊的白武狗啦 白武狗 然後這邊 然後再加一些這個盾牌 結果我們又是帶這個二人組耶 以前我真的是超級無敵愛帶二人組的啦 真的是超愛二人組的這個環節 然後這關的話呢 基本上蠻多這種就是漩渦的嘛 那漩渦基本上大敗大部分的這個基本款 他們都是這個飄不幸敵人喔 所以我們這邊呢就是 看我們這邊的這個魚人貓啊 還有翻轉貓應該是可以打到這個 蠻爽的一個狀態喔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小心一點點 反正死掉一隻這個漩渦喔 基本上就是舒舒服服的這個局面了喔 但是要確定死掉 喔唷 紅色的先死喔 因為我們這邊有帶飛腳貓啦 所以完全沒有太大的這個問題 完全可能是ok 然後這關的話就是跟那個 狗魚貓咪塔比較不一樣 就是他多了一隻那個惡魔的這個漩渦 喔不過我這邊好像只有帶那個 黑暗踏踏貓來破他盾對不對 欸這個可以破嗎 對對對他可以破那隻所有的這個護盾 所以我們還是蠻需要這個黑暗踏踏貓的喔 好全部給他破盾破掉掉 然後我這邊帶了這個天使炮啊 應該是那個以前就是我們打這關的時候 會有就是那個什麼 會有我們就是那個不死的這個熊窩啦 所以我才帶的喔 好沒問題 那這邊的話果然還是得要靠我們這個黑暗踏踏貓啦 所以大家最近就是如果是新路跟著這個玩家的話 黑色的這個角色的話 我是最推這個黑傑還有黑色踏踏貓跟這個黑凱的喔 這三隻我是蠻喜歡的 其他其實黑無垢那些還有就是黑那個什麼啊 就是黑獸牙王好像就比較沒有到就是那麼的就是精彩 但是其實還是可以用但是就沒有到就是那麼的精彩喔 喔這個古代的這隻應該就是我們那個什麼啊 用二人組的這個環節這個角色啦 以前基本上只要是打古代關卡 我一定都是派就是那個就是二人組喔 再加上我們就是那個班長喔 因為這幾隻這兩隻的話是一個可以就是打 然後一個是可以暫停的 可是乘幾何時他們這幾隻好像已經變成了就是 代了就會輸的這個代名詞了唷 已經變成這樣子的局面了唷 好是可憐 好是可憐 不過42樓這邊還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唷 是可以輕輕鬆鬆給他打過去的呀 反正我現在就是用以前的這些隊伍啦 以前這邊隊伍的話基本上當初都研究了還滿多的 儘管就是可能不是最好的隊伍但是我們還是就是 可以用這些隊伍通關喔 畢竟我也是用這些隊伍然後隨便亂按通關的 如果真的沒辦法的話就是用這些隊伍 然後開個MAX跟巨禁一定可以通關 大概就是這樣一個局面的唷 完全沒有問題 改天吧 我覺得這要找一個就是量成即日 我們再來把這些這個隊伍改成就是 比較穩定的一些隊伍 然後到時候因為可以開直播嘛 我們就開直播跟大家一起來研究一下 然後你們會推哪一些就是比較厲害的這些角色 用我這邊帳號的這些角色給大家來做一個 觀送的這個看直播教學 應該也是會挺有趣的唷 自治三樓的話這邊就是不死敵人跟我們公墓 但這關應該就是直接靠我們 就是那個功夫貓咪應該就摸有問題了喔 功夫貓咪應該是可以爽爽打 可是這關還會出那個啦 還會出那個什麼就是山豬 所以也不是說到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簡單容易喔 我們就小心點 來啦各位 那我們這邊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功夫貓咪直接走起 然後待會的話就是我們有很多東西 都要就是留給那個 巫師山豬啦 不然確定 確實一定會頂煩人的喔 我先把這個 古代草原先打死了 然後我們就要開始那個 留點錢錢了 來了來了來了 要王八蛋來了 王八三豬他來了各位 可是我這隻沒有先那個欸 我沒有先就是用到白霧過好像 會有點慘喔 不過我們功夫貓咪好像是真的很平坦的 那出一隻這個好了 出一隻探天隊好了 這隻是我唯一就是那個阿 就是如果有一些關卡我沒有帶上就是那個 不死敵人的這個克星貓貓的話 他就是我最保的一隻角色 因為我基本上每一次都會帶這個 錢包連組嘛 所以他一定就是我這個 最好的這個夥伴了唷 哇靠 完了 這關看來好像也是可能要帶上那個 Mex環節的唷 因為這關的話這個錢包這樣看起來 很是完蛋各位 對 很是完蛋 因為這邊沒有先疊那個 惡人組那些出來阿 這關應該是直接暴斃了 因為我蠻多關卡 就是沒過這個關卡 異界風雲貓貓後面的關卡 基本上都是開個MAX打贏的用 看來怎樣之應該是不夠啦各位 錢包不夠了喔 可是我基本上如果開MAX的話好像 好像就不太會帶那個錢包連組對不對 好啦 我們再拼一次 然後開個加速 拼給大家看看 我覺得一開始我可能先下個這個白物夠 應該好一點了 先來存點錢包 下個那個白物夠 然後到時候就是山豬他鑽地板的時候 我們就是把白物夠派出來 應該就頂穩的 因為這關還有那個啦 這關還有就是那個 蠻麻煩的那個 就是蠻麻煩的那個角色 所以我們這邊可能就是 一開始就要先出這些大隻 他真的很快就來了耶 我的天阿 哇 撈殼 有點快有點快 老哥 老哥有點快 先把他打後面去 白物夠這邊 剛好躲到他後面去耶 完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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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 完了完了 白物夠還是繼續往前 但沒關係 因為這邊還有那個 古代的那個蠻麻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要疊多一點這個 惡門主 讓這個白物夠能夠 雙雙扛一下 好像還是爆了耶各位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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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蠻 這個蠻 這個蠻拜託 行行好 快死快死 完了完了完了 要爆開了各位 完了看來還是得要靠個MAX 完蛋了啊 好了那我們今天主要來說 這個半夜趕快去休息 我覺得這個對腦袋好像還是比較好一點點 我們今天主要來說跟大家分享就是 好像會有一隻新的這個全新生物 那大家會不會抽這一隻呢 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對他的評價如何 因為這次的直播沒有看啦 搞不好是超強角色 那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今天主要玩到這邊啦 我是同朋友的大家 掰掰